大家好,今天是10月14号,我是苏宝君,欢迎收听收看日本流行美日苏宝 日本音乐圈怎么了?著名搞笑艺人加藤浩斯,疑似患上肺炎入院 据日本雅虎新闻报道,10月13日,日本著名搞笑艺人加藤浩斯,疑似患上肺炎入院 加藤浩斯出生于1969年,今年51岁 他是日本搞笑组合极乐蜻蜓的成员之一,同期为著名的搞笑组合与后干四对 除去搞笑方面的业务,他也担任着众多节目的MC,比较知名的有 这样有什么差别? 在日本,他是最为大家熟知的节目主持人之一 此次疑似患上肺炎入院 加藤浩斯也接受了新冠对应的检查 目前两次检测的结果皆为阴性 但因为此前有过三次检测才出现阳性的先例 因此需要再检测一次才能确定 而如果检测结果为阳性的话 那么加藤浩斯将成为本月第四位公开确认感染新款的日本演艺圈名人 目前本月已经确认的三位艺人分别是 10月6日确诊的女演员广赖林 10月8日确诊的男演员中川大志和阿卜真夫 自疫情在日本爆发以来 截止10月13日 日本的确诊人数达到了9976人 即将通过10万的几名 不仅是普通人 日本的艺人们也批评中招 现阶段艺人们在参加电视剧、电影或节目录制之前 不管有无症状 都会统一接受节目所安排的新冠检测 由于艺人的圈子都是集体行动 与他人接触的频率较高 即便配着现场的工作人员 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也无法完全防止感染 不少艺人都是在自己无症状的情况下 被显得出患上了新冠 而且还不清楚病原来自哪里 在经过媒体的报道 在这种情况下 艺人们就成了人们眼中的高危职业 今年三月末 新冠无情地带走了日本国民级高校大师志存健 四月份 著名女演员 港江九妹子也因病去世 而到了十月份 艺人们确诊疫情的消息还在继续传出 每当看到这样的消息 国内的网友们都会感叹一句 日本娱乐圈要玩了 而对国内网友这种过分的担心 日本部分国民却显得淡定了许多 企业让人们照常上班 紧急宣言 指不住人们前往繁华街道的脚步 集体感染的例子屡见不鲜 甚至还出现了故意感染 以获取十万元补贴金的行为 疫情爆发七个月后 当他们看到医人感染的消息时 过多的报道早已让他们的心情 从最初的紧张变成了同情 新冠所带来的恐怖感 已经逐遍变淡 指寸健和港江九妹子的趋势 所带来的警醒逐渐失去了效果 这是其他日本民众 以及喜欢日本文化的人们不想看到的 目前 日本疫情虽然没有美国那么严重 但已经超过了国内的程度 苏保军认为 面对可以多多人们生命的疫情 目前日本的检测数量还不够 必须加大检测 执行严格的防疫防控措施才行 而对于普通民众 要做好科普 提升防疫意识 配合措施的执行 最重要的一点 希望疫苗快点上市 全民接种 这样才能真正的战胜疫情 今天苏保News就这些 我们下期见 拜拜